今天非常高興呢 卡羅紅十字組織彭佩雲彭會長到我們會裡面來拜會 那這是兩岸紅十字組織呢 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關鍵的一刻 那我想今天的場合呢 我們從昨天一路上下來 我們希望說以比較輕鬆充分交換意見的方式來進行 那在我們今天活動一開始呢 我想今天在座幾位我們昨天都有碰到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位夥伴 昨天因為他有活動在外面所以沒有來參加 那我先介紹我們這邊的這個陳忠良陳處長 是我們政經級志願服務處陳處長 那其他的幾位夥伴喔 我們就在昨天的參會上面我們都已經碰過面了 所以我就不一一再介紹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對 所以呢 在今天活動一開始 雖然有媒體在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那我們先請陳會長來為我們制一個歡迎詞 謝謝 尊敬的彭會長 尊敬的國副會長 還有我們大陸彭會的朋友 陳副會長 我們台灣公司會組織的幹部 大家早安 好 希望彭會長跟各位昨天晚上都睡得很舒服 今天的行程是我們早上來跟彭會長跟各位簡報一下我們台灣公司會在過去幾十年來吧 我們所做的事情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當然首先 那在做簡報之前 待會我們會有比較詳細的一個報告 那在這裡特別正式的代表我們公司會的組織 對於彭會長以及各位在非常忙碌的行程之中 特別過了時間來台灣給我們公司會組織指教 表示歡迎表示感謝 特別是過去應該是從80年代末期開始 兩岸開放探親交流 到今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其實兩岸的公司會組織對於兩岸的今天的這種活動交流 以及所提造出來的成績 有了不可或缺或者是不可磨滅的應該說是苦勞吧 那麼所以在這裡我想我們彼此互相勉勵 過去十年來彭會長主持中國的紅石之會 一直沒有機會來到台灣 今天能夠看到彭會長特別精緻來到台灣 我們又分外感到高興 當然也特別也表示感謝 我們這一次的行程當然昨天也簡單給您做了一個報告 所以我們希望您在台灣的這個一個禮拜 能夠有機會看到我們總會 我們各個分支會 在紅石之會的工作裡頭所做的一些活動 當然也希望您接這個時間可以給我們很多的指教 那麼兩岸紅石之會在過去的幾年裡頭 特別是過去十年來吧 我們有了很多的項目在合作 當然一般的經常的項目也應該有蠻多的合作 那麼關於救災被災的工作 我們雙方有了一些默契 有了一些交流 那麼當然在一些不幸的災難的事件裡頭 台灣的921、99年 那麼當然在中國發生 也發生了很多的災難 那麼特別是去年的512的這個四川的地震 那麼彼此紅石之會的組織 都能夠非常立即的發揮人力幾億 人機幾級的這種情操 然後非常迅速的動員來幫助彼此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我們同時之會 彼此應該有很大的感觸吧 同時在這個機會裡頭 彼此也互相有了更多的合作的這些經驗 也彼此在工作的這個過程之中 能夠學到了更多 那麼有被將來這種災難的出現的時候 因為災難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可是就紅石會的組織跟幹部來講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來面對這種困境 務必使得我們紅石之會的同仁們 志工們能夠在發生災難的時候 能夠非常及時的能夠回應 然後幫助那些苦難中的災民 我想這一部分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跟紅會長跟來訪的一型 這個紅會的朋友大家能夠交換一見 那麼當然今天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對於兩會的組織 那麼將來如果在什麼地方可以做進一步的合作 我們也會做一個見證 那麼達成共識 所以再一次的我想藉這個機會 對於紅會長擔任這個大陸的紅石會組織 會長這麼多年來 一直還沒有能夠來台灣 那麼今天 昨天到了台灣 我們表示非常非常的歡迎 所以我想有很多其他的話 我們在這段時間在聊 非常謝謝您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